佛缘之后再现病缘 什么是病缘呢 有媒体报道说 有一些女孩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声称自己得了假装腺癌等疾病 她们会发一些带着精致装容的住院照 介绍自己患有某种疾病 再过几天又说已经痊愈了 开始分享自己的术后恢复心得 在这个过程中 病缘会向网友们介绍 疤痕修复贴 保健品等产品 并且说自己曾经用过效果很好 网友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让我们来读几个高赞的网友评论 让他们去做病缘吧 如果是假的 我希望是真的 微笑 关到精神病院去好好治一下 他们可以去停尸房秀一波 而在这个报道中被举例说明 并且马赛克配图的一位网红 很快就回应了这件事情 他说首先自己的确是做了假装线手术 照片是他手术当天老公帮他拍的 本意是要告诉亲朋好友 手术很顺利 大家不要担心 而且那天他并没有化妆 其次呢 他说自己也从来没有带过货 分享这个疤痕贴 是因为有网友问的 他就非常认真的和大家进行了分享 同时他也亮出了自己的检查和化验的单据 来自证清白 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分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现在网络非常发达 很多人生病了之后 在求医温药的同时 就会到网上去看看 有没有病友分享经验 少走一些弯路 幸运的是 的确有很多过来人是愿意分享的 他们的分享 给很多曾经茫然无措的病人 非常明确的努力方向 和非常强烈的希望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如果这些乐于分享的病人 是面容交好 而且爱美的女孩子 他们就会被质疑 是不是在作秀 而且会被扣上所谓病原的帽子 是不是只有中日以内洗面 才能配得上病人这个称号 如果用积极乐观的心态 去对抗病魔 拍照的时候加一个美颜滤镜 怎么就被千夫所指了呢 不过呀 另一方面 的确是有一些人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毫无底线 以病卖病 甚至无病装病 这种行为不仅是道德的沦丧 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部分 也应该受到法律法规的制裁 但是希望我们在批判一些恶臭现象的同时 能够尽量避免伤及无辜 对每一位热爱生活的女孩 都要少一些恶意 毕竟圆 这个曾经形容女孩子无限美好的字 不能反过来成为攻击女孩子的武器 请不吝点赞 声音乐